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以堂 種種跡象表明 中共的十代後 執政當局很可能會來一次大的清洗 而這場清洗被認為將好能控制住 伴隨而來的是對嚴慮的嚴控 日前 81歲的知名紅二代陶詩良 於省元5號發文稱 他在湖州被彈槍而無法回北京 老批彈槍太過魔幻 引發網絡熱傳 但很快他的文章在微博上已經被封 日間輿論哗嚴 盧智良在微信公眾號《天道合姓法文》中寫道 終於被彈槍了 陪80多歲的老伴去湖州參與一個活動 行前就四處打探都說湖州沒有疫情 一人搭高鐵即搭湖州 一天做核酸 一點都不敢怠慢 彈仔準備回北京時 發現彈槍了 這裏邊我們看到 兩位80多歲的老人 身體健康 而且老老實實地遵守統喉嚨的遊戲 任你如何統喉嚨 就是這樣 在要回北京時 無成的健康寶顯示給他們 這幾天來的統喉嚨定 白統 手機彈槍 在北京健康寶上貼一告示 溫馨地通知你 根據相關流調 你們可能和境外的疫情風險地區有時空關聯 所以進行風險排查 滿足七天內 沒有涉疫苑侍女居士可重申申錄 看到這些荒唐的溫馨通知 老兩口猛辣 陀司亮說 就好像被武功高手點載完 我們立即被孤原驚愛 很厲害的一手 那麼 老兩口仍是抱著一線希望 心想 是不是哪個手機程序最出錯 這一切正常 為何還不給北京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於是 沒有心思再做其他事 專門感措施和規定 重新一個環節 一個環節地認真填寫 丁如陀司亮所言 昨日和今日 無數次貼寫新訴表格 幾十次打遍民服務而善 一直打到深夜 終於不甘心 我一向是個有定力的人 但這次荒落 因為第一次常逗了 有家不能歸的 亡言和無助 他說 兩個八十後 失去了家人的依靠 在這個無親無故的地方 萬一病到了 怎樣辦 我親眼見過老伴心狡痛發作 嚇死過人 是這樣的 如果定力欠佛的人 特別是八十多歲的人 一著急 可能就殺手人壞了 我見 當時的腦袋口 在持有多大的心理壓力 他們從方方面查找原因 無論如何都找不到被彈唱的原因 陀司亮質疑 湖州已經有一天沒有新鎮 全域無風險區域 而北京自治11月3日 有20個高風險地區 28個中風險地區 新增本土32日 這種情況下 北京憑什麼 只是准出 不准入 菩薩頓寫道 而且我查錯下進入北京的最新政策 來自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地區的政策 僅如一個樣 反正阻擋你7日無得商量 如今 我們這種在無疫情地區的人 亦一樣對待 當然匪夷所思 還有奇怪的 我們腦袋口 來自同一個小區 同乘一趟高鐵 我彈槍了 我老頭竟然沒事 這個作學解釋 難道大數據流調 還看點樂彩 這裡面 陀司亮可能是不下有誤 應該是看人樂彩點 這是民間流行的一句話 意思是 不同的人 不同的對待 但是機器應該是一時同仁 是不是陀司亮被暗中標誌了 不是太老實的人 接近了新的黑五類那樣的人物 另外讓人疑惑的是 陀司亮寫道 還有更甚的 老頭並沒有彈槍 想讓你先返北京 但幾次購票失敗 攜程回覆是 抱歉 你站不可購買前往該地的遮票 說到這裡 大陸人都不覺得怎樣 但是在台灣 在東南亞和西方國家 這也是荒唐可笑的事情 購買車標準有 准買和不准買的區分 這個中共 將每個人的底細 摸得如此細緻入味 難怪他們什麼真事都搞不出來 甚至 都用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了 陀司亮無奈地抱怨 但數據流調 不專業 太躁躁 太燭機 所謂的時空關聯 太過魔幻 畢竟 陀司亮有良知的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又是文筆不錯的人 他還能理信自己的思緒 將自己的情感表達出來 他還寫動 好像拿了箱的茄子 這兩日煙頭得露的 但轉而又想想 那些被阻解高速勞術的卡謝斯基 那些住在簡陋工牌的大公仔 那些靜默了幾個月的 大大小小的時鎮向寸 還有某知名大廠那些 徒步回家的工人 或一些座江南小城 大家等 又有什麼怨呢 更有人感到離奇的是 那一篇好的散文 都是溫柔 樸實的話語 都不能見容於 中共體驗下的 網絡審查 中共的神經 真是敏感太過頭了 有網友介紹說 陀司亮彈槍 在朋友圈撒評 有朋友感慨 都是要看看 看看這篇文章和亂彈槍 誰活得更長 現實是殘酷的 話音未落 陀司亮彈槍 當晚已備404 個別地區 個別後輪 人們感嘆 全國各地 處處變相靜默風控 經濟下落成了 什麼樣子 風控還在層層加碼 微博上一轉貼陀司亮文章 剛點進去 就顯示已被刪除 好多網友在微博上熱議 網民叫劉海人的網友留言 80多歲的陀司亮 將北京的彈槍 捅了個大窟窿 且看看如何收場 還有人認為 陀司亮文章 被刪辱 這個很符合我們的 輿論宣傳 只要是輿論爆點 也會在有關部門情況下 低調處理 況且 卻是身份的特殊性 網名編盤國下765寫道 經食指准出 不准入 這就是防疫中的疏忽自傳 文章寫得真是有味道 沒有反動 沒有癡癮敏感的字句 為何就被封了 今年的老百姓 活得真是難 全國各地 處處變相靜默風控 經濟下落成什麼樣子 還在層層加碼 我們為何不找找 越封越多的真相 出現什麼環節 而要封了一篇 講多真話的文章 沒話說了 網名十八字非寫 亦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陀司亮一聞 沒有找到 找到他的老婆了 陀司亮是中共前副總理 陀珠和其妻 曾治之女 陀珠文革初期的 1967年 被政治浪潮打壓任辱 是1969年病逝 陀司亮於1978年12月發表 一封終於發出的信 給我的爸爸逃著的文章 使很多人家極間遭到迫害的人們 勾起了飽經苦難的功名 還有網友透露 陀司亮和老伴 是去湖州參加 2022年中國高爾夫俱樂部年會 企第23屆全國高爾夫球會 總經理聯誼會 並且陀司亮是作為愛爾公益基金會會長身份 參加的正式嘉賓 這樣的話 陀司亮被彈槍就更應該了 是不是覺得 陀司亮有敢於說真話的基因所指 北京中央級黨媒 幾十名記者聯塔去上海採訪進博會 一筆傳播彈槍 無法昏不驚 原來 遭彈槍的 不僅是陀司亮 還有很多中央級的喉舌 亦被彈槍 日前 一筆名為進博會 央媒微信群組對話截圖 在網上流傳 該消息顯示 多媒央媒記者 因此網上開採訪 第五屆進博會 導致北京健康堡出現彈槍 未能反驚 當時的群組中 有一 發言說 我們去進博會的幾位記者 都被北京健康堡彈槍 請問中宣部能否幫忙解決下這個問題 另一 接著說 同問目前人民日報副中部會的 32日皆彈槍 後面附上三個哭笑不得的表情貼圖 群組中多名成員接著說 中國日報亦是全彈 經濟日報亦是全部彈槍 中國副率報社全部彈槍 其實彈槍不彈槍 顯然是後台能根據情況改動的 某家媒體暗示可求助官方化解彈槍問題 據了解 此前入護行的北京人員 亦遇到過這個問題 是官方出面解決的 據悉 彈槍是中共官方 為了落實清零政策開發的 手機防疫檢測的儀件 以大數據資料追蹤每一個人的手機核中 出現綠碼 代表正常 紅碼 黃碼 各有其他意思 一旦是紅碼 黃碼則不能進入公共場所 外搭成大眾運輸工具 這款防疫軟件 由各地置核研發 名稱在各地亦不同 在北京叫做健康堡 這哪是健康堡 簡直是省日堡 據介紹 但章三位指 手機使用人 可能與疫情風險地區 與人員有時空關聯 手機就會穿一串 指令性文字 命令手機持有人 立即向所在地居委會 或村委會報告 之後回家接受隔離 如果手機持有人在外地 就只好留在外地 等彈槍解除 才能回家 但是 大家留一想 就中共來研究了什麼 高精尖的東西 這個健康保證的東西 很難保證其預測不出差錯 一旦出錯 就又是中共個級官吏 行使得決的時候了 所以 重一點說 對於健康保之類的東西 他們也不會下多大功夫研究 如果真是研究得這麼正準 那麼中國官員 未就失業了嗎 都聽健康保的 中共官員 未就沒什麼可以施展權術的地方了嗎 據悉 在中國大陸各省市中 北京的彈槍制度 是最嚴厲 引發網友抱怨 不怕病毒 就怕彈槍 進出北京 比出國中藍 其實 這個情形特務說明 中共找到很充滿的理由 對北京殺害 而不兇了 據公開報導 北京市民以線12345 每日有20多萬用戶 打電話申訴 一些網友更是批評 北京健康不好 根本是出了北京 就彈槍 有人不能夠回家 不如和中共以固執高層逃注 她的女兒 81歲的中國市長 協會副會長 陶詩亮發問 批評北京防疫過渡 但張太過魔幻 近日 大陸民眾在微博上頗遠回北京 有網友評論說 全國那地處處變相靜默風雄 經濟下落成什麼樣子 還這樣搞 都不知道要搞什麼 現在北京市市民以線服務中心微博評論區 肯定有不少網民吐重彈槍衫 很多人批評 在沒有任何風險的地區 被彈槍的不給解釋 這是為什麼 不解釋 是否因為你們要無法拿出 令人信服的理由 顯然是這樣的 這就是中共的一貫做法 很多事情要是他搞不明白 另一個是他不想搞明白 他們就要擁有這種解釋權和得權 好了 關於陶詩倫 露批彈槍彈出了股命 怕政邊懷疑一切 大批北京人愛束花北京蘭的話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網絡節目 感謝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